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我們練習靜觀 有時會發現, 很難靜下來 糟了, 有個電話還沒打 待會吃甚麼好呢? 這麼久還沒完, 很累 其實分心很正常 不代表做錯或失敗 我們的腦袋的想法又多, 又變得快 總之, 每當覺察到自己分心 輕輕把注意力帶回呼吸就行了 坐在這裡也不知道做甚麼好 要進入那種狀態是很高的境界 我不行了 靜觀是對身心狀態保持覺察 又不是要追求達到甚麼境界 只要自己時刻保持好奇和耐心 這樣就可以了 但坐到腳臂又周身骨痛 其實這些身體痛楚一直都在 只是我們平時不留意 到做靜觀的時候才發現 他是告訴我們 要多點關心他和照顧他 靜觀是靜心觀察 和接納任何當下的想法和感覺 不需要控制他們 繼續對身心狀態保持覺察 就是帶給大腦最好的運動 也是最好的休息 靜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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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觀看